庆余年影子竟然是他 范贤看到后大惊失色 不得不说 庆余年是目前最受欢迎的IP之一 所以剧中的所有角色都吸引了大家的好奇心 其中影子是陈平平的保镖 陈平平身为信任 直到费界为了得到范贤的消息 给影子下了痒 出于好奇摘下了影子面具 发出了是你的感叹 但摄影师的镜头没有给影子 于是他给观众留下了无限的遐想 从第一季的结尾中 我们知道影子是东一城的守护者 武功超然 被陈平平誉为一人圣迁吗 网上也有人猜测影子就是五竹 因为他们都有共同点 五竹戴着眼罩 影子戴着面罩 但事实上 范贤是第一次见到陈平平时 陈平平见到范贤 就问五竹最近怎么样 影子之所以被陈平平如此保密 可能是 影子其实是一个假死的人 他们两个都可能是影子 但藤子经太年轻了 实际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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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